大众请合掌 我们一起来称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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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间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三十亿 地藏菩萨本愿经习讲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借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 洗讲 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 希望大家万言放下 把我们的心放在学习上 这样才能够会有成就 那为什么要为大家呢 来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道场 非学不可 为什么非学不可呢 下面会跟大家慢慢来洗脚 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宣讲 这一部地藏经啊 先从第一品 我们来开始 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它总共有十三品 每一品呢 都有代表 都有菩萨来代表情法 第一品是文殊设立菩萨的情法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二品是地藏王菩萨 第三品是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第四品是普贤菩萨 第五品呢 然后呢 第六品才有普广菩萨 到最后十三品 都有各一的情法不一样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第一品 就是道立天空神通品第一 这个是文殊设立菩萨 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四尊啊 地藏王菩萨过去 做何行立何运 而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 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为什么今天地藏王菩萨 成就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文殊设立菩萨 代替我们来问释迦牟尼佛 请释迦牟尼佛来问我们开始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希望大家好好来听 好好来学习 对我们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特别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它不是一般的经典 它不是一般的经典 那在这个洗衣讲当中呢 有分为三个阶段 先把地藏菩萨的纲领 为大家简单介绍 然后第二讲呢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这个经体的由来 这怎么来的 第三 才为大家简单 重要性说明 第一品的内容 因为 这个新的一年嘛 我们必须给大家 来为大家 说明一下 为什么非学不可 过去呢 我们师父上人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劝导我们法师 特别是讲经的法师 无论你在国内 国外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道场 你首先必须要先讲的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是我们师父上人交代的 特别是那些新进的道场 或者刚刚建立的 或者还没建立之前 像我们西奥 我们西奥博士 静中学位 也是刚刚建立的 所以为什么要先讲 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原因呢 会为大家来说明 然后地藏经讲完了 首先 那我们再来讲 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呢 主要性都是要劝大家 深信净土 念佛 发愿 求生净土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跟五量寿经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那我们今天 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首先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要建道场 你要有徒弟嘛 你没有徒弟 你怎么建道场呢 你要建设 你没有徒弟 你怎么能够建设呢 今天你能够聚会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念佛 你能够聚会在一个地方 能够来听经文法 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设备嘛 就是土地嘛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土地是代表什么 代表新地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新地是修道的根据 什么叫做新地 简单来讲 新地法门是指的 就是孝道法门 我们一定要知道 新地所讲的是 讲你的孝道 什么叫做孝道 慢慢会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要依据孝道法门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你们念佛念了几十年 你们这一段时间念了佛 你们有没有发 为什么我们的内心 那个菩提心发不出来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我们念佛 天天念佛 你的为什么 你的那个菩提心 没办法显出来 什么原因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菩提心没有 你怎么念佛 是不会得到清净心的 心不清净 你念佛怎么用功 你不能往生西方 进入世界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五量塑金 整个五量塑金的纲领 释迦摩里佛告诉我们 你要发现往生西方净土 你要发菩提心 一向转眼 那为什么我们的菩提心 发不出来呢 因为你的孝道没有 孝道没有 你怎么能够有菩提心呢 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孝道不仅仅是讲 对父母的孝顺 而且这个孝道的内容的意思 很广的 下面会跟我们慢慢来说明 所以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邱老师先给大家看第一章 这些纲领很重要 大家要好好来学习 对你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人生无常 你们要知道 生命无常 今天能够闻到佛法 是你的福报 所以好好珍惜 所以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我们修学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 得一切的基础 你要记得这一件 我们净土中 是不是属于大乘佛法 对啊 也不理会啊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是一切法门的心理法门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为什么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呢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下面的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不懂 新地法门 这个新地法门刚才讲的 就是孝道法门 如果今天我们不懂 孝道法门 我们不知从根本来修取的话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你到最后 绝对一无所成的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要记得 不要浪费时间 生命很珍贵的 无论今天你怎么念佛 你怎么用功 怎么精进的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不是靠你今天念了多少生 经送了多少本 无论你怎么样的用功 发奋用功 精进勇猛 你只是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还在六道轮回 无论你怎么用功 为什么呢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语言而已 修点福报 那为什么呢 没有根嘛 你想一想 学佛的人 如果连根都没有 你会成就吗 不可能的 无论你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你不会有成就的 这个根就是刚才讲的 孝敬的根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动乱 把根本没有了 丢掉了 所以感召了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大臣佛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你看我们到中国 大家有没有到中国去 有的先举手 没有的话 以后要准备赶快去 如果没钱 慢慢 从今天开始 慢慢 每个月500块 每个月300块 如果没有的话 就跟我们的博士金钟节的总干事 跟他借一下 没关系 他有的是钱 你看我们中国 大臣佛法常常以四大菩萨来代表 你看中国有四大名山 第一个名山叫什么 叫九华山 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你看这四大菩萨排第一是什么 这地藏王菩萨 代表什么 孝敬 观世间菩萨排第二代表慈悲 第三文书自立菩萨代表第三 智慧 然后第四普贤菩萨代表什么 虚见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从这四大菩萨 你想地藏菩萨为什么排在第一 你没有孝敬 你的慈悲心怎么能够发出来 你的孝敬的心没有 你那个智慧是没办法显出来的 你没有孝敬 你怎么能够听话老实真干呢 你是没办法依照奉行的 所以它是排在第一的原因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今天的佛法为什么会衰微 为什么会衰落 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学佛 为什么不像祖师大德那样的成就 为什么今天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为什么今天学习佛法的人多 成就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哪里 我们看下面 没有根嘛 刚才讲的根就是讲的孝道 孝敬心都没有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学佛用 没有孝敬的心 这种心态来学佛 那不是学佛了 那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消遣 这个叫做玩弄佛法 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边 念佛念得不错 他真的在学习佛法吗 不一定 你不要以为你读了一部经 你就是真正在用功学佛 也不一定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学佛呢 佛告诉我们 你只是修一点有弱的福报 什么叫做有弱的福报 你的福报 都是在六道 你没办法超越六道的 而且这个福报几乎都是在哪里 在畜生的恶鬼道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观五量受佛经很重要 佛告诉我们 首先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要把修业 把这个建业三福 你要把它做到 而且建业三福第一福 你必须把它做到 第一福是什么呢 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士善业 大家会不会念 会不会念 会啊 师父 我会念的 做得到吗 从这个第一福 你就看到一目了然的马 维迪西夫人 遇到了释迦牟尼佛 看到了释迦牟尼佛 给他看了十方一切诸佛 看到了西方解释的世界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欢喜 很向往到西方解释的世界 问释迦牟尼佛 我要怎么达到西方解释的世界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迪西夫人 你要把建业三福做好 特别是第一福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一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能够做到的 你才会有做人的资格 你能够把第一福修了 真正做到了 人天福报 你能够享受 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 不要说成佛 不要说往生西方解释的世界 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你说呢 你想要得人生 生在富贵之家 好得之家 很好的环境 你没有把第一福 所修的善都是假的 所以你要行善 在佛法里面 你要修善 善有标准的 而且最低的标准就是 建业三福 特别是第一福 如果连第一福都你做不到了 你所修的福报 都在哪里讲说 恶鬼道 在畜生道讲说的 不是在人天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我布施 将来会得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要知道的 你要行善 效仰父母 奉事施展 慈心布杀 修士善意 就是佛法的标准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做不到 没有把事理了解 没有把它真正了解透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我真的非常珍惜 我们这段的姻缘 跟大家聚会 学习佛法 但是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像过去 我有遇到一个人 他说师父 念佛就好了 还需要读地藏经 还需要学地藏经 你们认为他想的法 对还是不对呢 你说呢 你们认为 师父 我今天念佛就好了 哪有需要读地藏经 或者学地藏经 我告诉你 也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对佛法 没有真正的了解 如果用这种心态 来学佛呢 我告诉你们 像这样的人 怎么用功 也不能成就 什么样的念佛 他不会往上西方见读的 分别性太重了 还有很多人认为 地藏经 是没有高明之处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都是在讲什么 都在讲人天善恶因果 除此之外 好像都没用 具体来讲 成佛的方法是道 也没有 很多人这样认为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很多人 对于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月经 就轻慢来看待 认为 这不过是一部 劝善的经典 这个又把地藏经看清了 大家有没有去看到 地藏菩萨本月经 从第一篇到第十三篇 佛是对谁讲的 你知道地藏菩萨本月经 这一部经的度相 它的对象是谁呢 它的对象是法身大士菩萨 法身大士的身份 是大菩萨 那个不是一般的菩萨 我们今天不要说 跟那个法身大士相比 连小城出国 我们都比不上 小城出国的境界是什么 八十八选 见识烦恼已经断建 我们有没有 不要说八十八选 连小小的忍辱 我们都做不到 你看我们念佛 连听经小小的忍辱 你都没有耐心 你那个跟法身大士相比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轻视 不能把地藏菩萨本月经 看得很轻视的 因为它的度的对象 都是法身大士的 是不是一般的大菩萨 一般的菩萨 大菩萨 所以尊敬的追头 修道德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这一步行的重要性 你看 你看 大家去留意一下 看一下 你看 我们看下面的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在要讲这一步经的时候 你看 经文一开端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这个非常重要的 你看 经文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 要讲这一步经之前 就是说 还没讲这一步经 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如来 全部已经多在 聚在道理天空了 全部 一尊佛都不落掉 释迦牟尼佛 还没讲 还没讲之前 这些十方的一些诸佛如来 都已经聚在道理天空了 更具体来讲 连世界 东方世界如来 要师如来 西方极的世界的 阿弥陀佛 也不例外 必然也参与这个大会 阿弥陀佛都来了 连要师佛 阿弥陀佛都来了 你说 这一步经重不重要 所以 从这个地方 你去看一下 你整部大藏经 你去开一开 你去看一看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49年 有没有像地藏 菩萨 奔原经 这样的殊胜 找不到 看不到的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在整部大藏经 你去看一看 你会看得到 像这样的殊胜的 无比殊胜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的 你就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 还没开始讲这一部地藏经 一切诸佛如来 通通都到齐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法门 说明这一部地藏菩萨 本愿经 是一切诸佛 共同重视的经典 你要记得 是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参与的经典 无论将来 米勒菩萨 降生在这个世间成佛 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也不例外 而且 释迦牟尼佛 把这一部经讲圆满 大家有没有去注意 最后的一品 一切诸佛如来 中途都没有退场 都没有离开 有一些菩萨 有一些菩萨 中间才来 但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讲信都来了 这个法会圆满 你看下面的 看下面的 一切诸佛如来 从来都不离开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不是来做一个样子而已 从头到尾 全程 参与 释迦牟尼佛 一般讲经 讲完 结束 大家都散会了 各走各回的 但是 讲这一部地藏经 讲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没有离开 还在道立天 你想一想 你要去哪里看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那今天我们要不要成佛 要不要 要不要呢 那如果要想要成佛 那从佛到尾也好好听 不能缺陷 今天听课 下个星期 放假 等一下又来听课 又放假 拖懒懈怠 这样 从头到尾也好好听 而且大家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们有读地藏经的人 也没有大家 有些留意 这一部经 又为我们启示 启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你就明白了 凡是 有宣讲 地藏菩萨 本院经的地方 像我们今天 在宣讲这一部经 比如说 你在家里 在读这部地藏经 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无论你在哪里 在一切处 一切实 只要你在讲这部地藏经 你在读这部 地藏菩萨本院经 我们一定要相信 相信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加持 没有一尊佛都不加持你的 你想一想 你那个功德有多大 你看 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来加持 所以为什么 地藏菩萨本院经的功德 这么大 消业障 消得这么快 所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显出 佛讲这个地藏菩萨 本院经的殊胜的地方 跟与众不同的 一副场景 你想一想 所以为什么 我印尼的道场 鼓励大家 有空 无论 你没有时间 你一天能够读一品 一品就好了 你那个功德很大 一天一品 明天一品 所以 主持大的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地藏菩萨本院经 是佛一生讲经说法的根本法 就是一切诸佛 都是依这个法门修行的 你看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依这个法门修行的 包括阿弥陀佛也不例外 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孝道 到最后修圆满 也不过是这个法门 打到极致而已 那今天 有人问我 师父 那今天是不是 非学不可 那是不是今天 五量寿经 我不读了 阿弥陀经不读了 佛号也不念了 放一边 然后回头过来 来学地藏菩萨本院经 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不是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地藏菩萨本院经 所代表的就是心地法门 再说的 直接一点 心地法门讲的就是 孝道法门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尊敬的 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因孝心而发愿 度众生 开始修行的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间 修行成果 都是因孝心而开始的 从孝心而生的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 是从孝心而生的 你看今天阿弥陀佛 为什么放弃他的王位 然后出家修行 最后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而供养给十方一切诸佛 一切的众生 没有别的尽孝道而已 就是把这个孝心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把这个孝心圆满 落实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 这一部地藏佛上本院经 刚才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 法会结束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还在这个道立天 做什么 谈孝道啊 谈什么孝道呢 一切诸方诸佛如来 成佛方法可能不一样 方法可以不一样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孝敬一切众生 今天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孝道 把事实的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今天你念佛的成就 很快就成就了 而且今天你念佛的成就 不是跟一般人 而且你所念佛所得到的 都是法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念佛不是为自己 我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是为一切众生而念 我今天往生西方极乐的时期 也不是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的世界 为什么 我要去成佛 将来成佛 要度化一切众生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念佛还会起烦恼吗 你念佛还会跟人家计较吗 你还会跟人家讨厌吗 还会跟人家嫉妒吗 因为孝道就是代表什么 一切众生吗 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 你伤害众生等于伤害自己 你怎么能够伤害众生 你怎么能够有嫉妒 你怎么能够会批评 怎么能够发脾气 怎么能够计较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会念佛跟不会念佛的 差别在哪里 尊敬的罪统修大德 你想想你们自己 你今天念佛 烦恼有没有减轻 有没有 说实在的 一点没有都没有 念佛归念佛 烦恼归烦恼 是不是 你们敢举手吗 你看你们念佛一天 烦恼没有减轻 智慧有没有增长 有没有 你没有把这个孝道的事实正向搞清楚 如果今天你能够搞清楚 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那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为一切众生而念的 那个心态不一样 你那个精神 不会懈怠 不会懒散 你那个保持那种精神 因为我今天所念的 所做的都是为一切众生 不是为自己而已 所以过去我们净途中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因为时间很短 如果大家感觉累 可以放腿 这个真的不容易 今天如果我在的面前 坐的椅子多好 我知道大家身在这个地方 心不知在乱 会想到哪里去 祖师大的第八代祖师 廉始大师 第九代 欧义大师 近代的祖师 映光大师 你看 他们都不是一般的 他们都是在来的 大菩萨再来的 对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生都是不予以利的 在提倡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祖师大的 一直在不予以利的提倡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为什么听不进去 业障深重 很多人听经听不明白 为什么 业障深重 那为什么祖师大德 都在不予以利的 在提倡呢 我们看下面 因为祖师大德 他们认为 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确实 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你看 连偶义大师 映光大师 连此大师都这样讲 那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还不听话吗 还拐摸摸脚吗 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行成就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但是你的孝心不能开闲的话 对眼前的父母不能尽孝 对生生世世的父母 谁是生生的父母 就是一切的众生 你不能生起如同对父母 一般的孝心的话 刚才讲过了 你的内心 那个菩提心 是没办法发出来的 如果菩提心 没办法发出来 那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成佛的正因 那就无从建立了 那你今天念佛 怎么念阿弥陀佛 你没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你要孝道 不仅仅对你的父母 对一切众生 你能够用这种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来修学佛法 一万当中 一万的人都成就 那为什么主师大德 重视这一部经呢 就是要开发我们 内心的心地的美德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如果 演这个道理 我们都不知道了 那你念佛 怎么念佛也不会成就的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来说明 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刚理 让你们明白 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力 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清净 问题关键在哪里 就是因为没有孝道 你那个孝敬的心没有 所以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 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 你念佛怎么念 你不会得清净 心不清净 你是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什么学呢 学孝敬 孝敬谁呢 除了父母 孝敬一切众生 你那个心会不一样 你那个心只有进退得少 今天我们为什么进得少退得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讲 听懂吗 听得清楚吗 所以 菩提心 菩提心从哪里来的 从孝道来的 你没有孝道 你是没办法的 有人说 师父啊 我今年已经75岁 我还要孝道什么呢 我都已经75了 土已经买到这个地方了 还叫什么孝道 那你不懂这个佛法的 事实的真实意 孝道不仅仅是对父母的而守的 是对你自己 对一些众生 今天 比如说我要念佛 你问那些菩萨 要不要发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投一句话 我要 能记得了吗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享福的 不是去享福的 去学习的 将来成佛 要度化众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那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部经 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 什么时候讲的呢 大家有没有知道 什么时候讲的呢 什么时候讲的 我们看下面 最后给大家介绍 最后的 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地藏五少本言经是什么时候讲的 就是 释迦牟尼佛 讲完法华经 法华经 讲完之后 佛就到立天去了 那今天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突然间到 到立天去了 大家都知道 为母说法 为报父母恩 才讲地藏菩萨本言经 这个是起一的 取二的是什么呢 取二是 道立天的天主 道立天的天主是谁 你们刚才不是读了 弥头经吗 是谁呢 有没有人知道 刚才你们不是读了弥头经吗 道立天的天主 就是四体还阴 我们中国人称为他是什么 一皇大帝 道立天的天主 四体还阴 就是一皇大帝 下到人间来见释迦牟尼佛 然后跟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佛头 你所讲的法 该度的众生 已经该度的度 已经度了很多了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成佛 都会到道立天 讲经说法 今天您老人家 已经成佛 也不例外 所以我用我的千尘心 来请佛头 到道立天 来讲经说法 所以从这个地方 给我们表法什么呢 所以我常常给大家 提过一件事 你们要懂得请法师讲经 那个功德很大 就算那个法师讲了一句 阿弥陀佛 你那个功德太大了 你看那个道立天的天主 没想到 请释迦牟尼佛到道立天 没想到 一请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一尊佛都不落掉 你想一想 供养一尊佛 那个福报有多大 而且来的是十方一量 无量一切诸佛 你想一想 那个福报太大了 那你们 我常常跟大家讲过 记得以后 如果学乎法师到 这个博师 请到这个家里吃饭 要记得 恭请师父 讲几句佛法 要记得 这个厚脸皮 没办法 但是真的 我要跟你讲实话 要记得 无论你请哪个法师到家里 饭吃完了 一定要请法师 讲几句佛法 就算他讲了一句两句 没关系 你那个福报修得太大了 为什么呢 普行菩萨讲的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大 所以 释迦摩尼佛 就到母亲 去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 摩耶夫人 七天之后 就往生了 到道立天主 摩耶夫人是谁 摩耶夫人 有一个愿望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摩耶夫人 她一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她的愿望只有一个 就是要做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之母 一切诸佛要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 摩耶夫人就是做她的母亲 今天释迦摩尼佛也不例外 将来米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成佛也不例外 说明什么 摩耶夫人不是一般人 那是诸佛菩萨的事情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讲了多久呢 三个月 讲完之后 释迦摩尼佛下到人间 到那个世间大概多久 十四号农历午 早上 早晨 那当天 释迦摩尼佛就讲大半涅槃经 涅槃经讲了一天 佛宣布入涅槃 那一天刚好十五 所以释迦摩尼佛讲经 地藏菩萨的什么时候呢 就是讲这一刻 让大家明白 如果有一天 人家问你 地藏菩萨本院经什么时候讲的 你们不懂得回答 你们说 写物法师都没有为我们讲 今天我已经为你们讲过了 如果有一天 人家问你 你要怎么回答 不要把我们的博士尽忠协会丢脸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那地藏菩萨本院经 这个经体怎么由来的呢 谁来为这个布经来取这个名字的呢 取这个经体的呢 下个星期 再来给大家说明 今天简单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整个地藏菩萨本院经的纲理 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我为什么要学这一部经 而这一部经非学不可 什么样的原因 刚才我已经一一为大家说明了 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一部经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 佛为什么要到道理天 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那下个星期啊 希望大家我们再聚会一起 再来学习这一部经 因为下个星期开始要介绍 这一部经的经体 这个经体怎么由来的 今天呢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我们下个星期见 不要缺陷 刚才已经讲过 你要成佛 那你要从头到尾 要好好听 你就明白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